今天夏天吃冰棒有新口味 原来补身体的鸡精化身成冰棒 这是名副其实的良补 近来很多考试在七八月举行 许多考生家长对于各项营养补充相当重视 补品一般来说都是喝热的 在炎炎夏天喝了令人难受 因此有鸡精业者推出 可以冰镇后喝的鸡精 还有鸡精冰棒 冰的吃的话应该就是还不错 很创新的方式 鸡精脑格它没有新味 味道还不错 冰镇新喝法和新吃法 让民众散不绝口 现在上班族压力大 在夏天气候温度攀升 如果喝鸡精还要刻意温热 恐怕很难入口 业者发明新喝法 而且鸡的品种还是特别挑选过的 因为一般的鸡精都有很多的腥味 唯有用香叮容养了鸡 它本身肉质没有鸡没有腥味以后 它才可以变成一个冰镇的鸡精 喝起来又香又甜 夏天温补食品相当多元 像最传统的乌骨鸡汤可以补气活血 还有中医的养生补气茶 甚至有业者推出人森咖啡 现在更有业者逆向操作 把鸡精跟冰做结合 让民众补身体也能很清凉 记者张震杰台北报道